33. 《文匯報》 新金陵華派傳承人宋玉倫傳記手法 2015年7月8日文化視野A32香港《文匯報》信 實習記者黃詠南京報導 日前,大道劉真、宋玉倫手法座談會在南京舉行 這部《人物傳記》以詳實的資料與生動的文字一一展示了內地著名畫家宋玉倫的生平 藝術道路、藝術理論和豐富的人生經歷 亦是新金陵華派新火相傳的一部個人史 新金陵華派則是中國話談最具影響力的繪畫流派之一 在美術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富普錫、淺松岩、阿明、宋文治、魏梓希都是新金陵華派的代表人物 傳記主人公宋玉倫即為新金陵華派代表人物宋文治的兒子 畢生從事繪畫和藝術理論研究工作 歷任江蘇省國畫院院長、江蘇省美術家協會主席 衛生金陵華派的重要傳承人、傳記作者 江蘇省委統展部副部長周和平在展述宋玉倫藝術成就時表示 作為一位在中國話談有影響的華家 宋玉倫的藝術道路非常獨特 一方面,他自幼根除父親送文治學或得名家之長 深受新金陵華派的藝術之養 另一方面,他由楊歌人品賦 形成具有鮮明歌人風格的新古典主義 對新金陵華派的華風有了發揚性繼承 周和平介紹,除了獨特的藝術成就 宋玉倫的個人經歷也頗具全奇性 比喻在文化大革命中 他仍然如一個偷火者般沉思苦學 方有今天的藝術成就 座談會現場 年近八十的著名畫家富二石亦道場講畫 一個是父普色的長子 一個是宋文治的長子 都是新金陵華派代表人物身火相傳的後代 我父親也是畫畫的 我畫了幾十年 總想走出一點自己的路來 宋玉倫者一點做得特別好 他的或是他自己的 他父親的畫好到天上去了 也是他父親的、玉倫的畫 心透柴 自己的性格和審美觀 看了這本書 畫女畫外的宋玉倫就會生生出現在了眼前 富二石說